多謝您收聽由令明日梁士工提供的 他知你痛苦疾病中有盼望 第十二篇 上帝所持的案事 分享主題 插曲 作者 羅大衛 曾經有人這樣形容生命 他說 上帝為我們的生命普及 我們要聽從祂作指揮 按照祂所定的曲調來 哼唱、和聲、混聲和歌唱 服侍主就像唱歌一樣 有時會激動人心 被人有滿足感 但是當疾病迫使我們要停止侍奉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就會覺得很受到挫敗 也好像沒有成就一樣 當上帝跟我們說 叫我們休息一下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想停下來 這樣似乎是意味著 我們的表演已經結束了 我們的演唱也接近尾聲 我們要小心 若果我們自己因為沒事做 就感到沮喪 我們其實已經將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缺陷 和所面臨的處境上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提醒自己 或者 主人蘇正在是利用我們休息的時間 令我們的樂曲更動聽呢? 雙低是偉大的指揮家 他絕對不會算錯時間 他需要安排更多的事情 而我們其實只知道其中的一小部分 只要我們定精仰望他 一旦時間到了 他就會讓我們重新加入演唱的行列 是這樣的話 我們之前要好好休息 讓這段安靜的時間 我們能夠有機會 真是可以將我心靜下來 為跟著下來的樂曲做好準備 我們要休息並不是因為上帝搞錯了些什麼 也不是因為我們被遺留 相反 祖威上帝創作這首天天上演 由他親自指揮我們去演奏的交響樂之初 他已經將休息列為樂曲的必要部分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上帝這位指揮家是最了解全局 我們呢? 好好耐心等候他 在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節 新普及日本翻譯這樣說 耶穌就說 我們自己去一個僻靜的地方 休息一下吧 是啊,各位朋友 上帝叫我們好好休息 是為了讓我們做好準備 迎接新的開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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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们要休息 刚才的经文就提到 耶稣说我们自己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吧 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主耶稣跟着下来 如何继续去传福音 不如在这里荣让我和你分享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至三十四节 新普及日本翻译当中这样说 使徒出外传到回来后 向耶稣报告了他们所做的和所教导的 耶稣就说 我们自己去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吧 他这么说是因为来往的人太多了 耶稣和使徒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他们便上了船 要到一个没人打扰的僻静地方去 可视许多人认出了他们 患看见他们离开 各城的人就沿着岸边奔跑 给他们先赶到哪里 耶稣下了船 看见这摩一大群人 就联敏他们 就联敏他们 因为他们就像 没有木人的羊一样 于是他就开始教导他们 许多道理 好多谢你收听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他致尼痛苦 疾病中有盼望 二十篇主题灵修文章 如果你喜爱当中的内容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甚至浏览我们的网站 以及社交平台 成为我们的读者 愿上帝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